这一天,迪加奥特曼和泽塔奥特曼正在奥特曼村庄站岗,他们每天都在保卫者村庄的安全,但是迪加奥特曼接到了紧急任务,要去其他城市消灭怪兽,他出发前告诉泽塔奥特曼,记得要帮他去学校揭晓迪加放学。 泽塔奥特曼,这里就交给你了,我先出发了。 迪加奥特曼有任务在身,奥特村庄的安全就交给我了,我一定会保护好大家,小迪加应该还要等一会才放学。 突然,泽塔奥特曼接到了奥特之父的电话,他便一五一十地向奥特之父汇报奥特村庄的情况,就在这时,小迪加也放学了,他正在学校门口等着他的爸爸来接他。 小迪克特曼,你的爸爸都是什么时候来接你啊?我爸爸还没来,可能我爸爸有重要的任务。 哈哈,我刚刚接到消息,迪加奥特曼去其他地方了,这样我就可以去学校,假装小迪加的爸爸,然后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奥特勋章。 哈哈,我也太聪明了,前面就是学校了,好像小迪加就在学校门口。 看我的,变身。 小迪加,爸爸来接你放学了,走吧,我们一起回家,爸爸回去给你做好事的,赶紧和你同学再见,我们要走了。 差点忙忘记了,小迪加应该放学了吧,我用望远镜看一看,不好小迪加旁边怎么会是他的爸爸迪加呢?迪加不是去其他城市了吗? 坏了,小迪加有危险。 小迪加,你们俩不要相信他,我感觉他不是迪加奥特曼,快说你是谁,为什么出现在这里? 我就是迪加奥特曼啊,你怎么不认识我了? 就在这时,真正的迪加奥特曼完成了任务,他正在赶往学校的路上。 我才是真正的迪加奥特曼,大家都不要相信他,我刚刚去其他城市打怪兽了。 我觉得前面来的那个迪加奥特曼是假的,他说话的声音好奇怪,一点都不像我的爸爸。 小迪加,我和你的感觉一样,所以我们要相信泽塔叔叔说的。 看到了吧,我们都不相信你,赶快先出原形吧。 哎呀,你们居然都不相信我,赶紧跑啊,没有得到奥特勋章,回去贝利亚又要怪我了。